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三一系大加 cos 是等於乎五分之一 然後系大在第二項線 第二項線的話呢 三一是正的 cos 是乎的 那他問呢 天天系大等多少 那我現在齁 來看看這個 就是三一系大 加 cos 的平方 加多少呢 三一系大 這個會等於多少 交叉項會消掉 所以變成前後項相加 這前後項的話 三一系大加 cos 是一 這個三一系大加 cos 是一 所以一加一等於二 這個就等於二 然後交叉項的話 這裡是兩倍的三一系大 cos 那這裡的話呢 是負的兩倍三一系大 cos 就消掉了 剩下前後項 三一平方加 cos 1 三一平方加 cos 1 那這個是五分之負一 你把它平方以後 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二十五分之一 這個就等於二十五分之一 然後一過去以後就得到什麼 得到3呢 是的 減掉 cos 是的 平方 這就二減掉二十五分之一 就是二十五分之一 通分以後 二乘二十五 五十嘛 五十減多了一過去一 所以是二十五分之四十九 然後兩邊給它開根號 兩邊開根號以後 大家因為西道在第二項線 sine是正的 cos 是負的 所以這個是正的 你開根號的話 這個就取正的 取正的話就是sin 這等於五分之七 七七四十九 五二十五 然後我就把這兩個連例 兩個連例的這兩個相加 相加的話就兩倍的sin 的四十 相加以後兩倍三一四十 這個就消掉了 這個加起來多少 這是五分之六 這七加乎一是六 然後兩個相加 這兩倍的cos 四十 這個是-1-74-8 5分之八 那這樣子的話 sin 這個除以這個 sin 四十 cos 四十 這個就是tang 一除的話是等於四分之負三 那這個就是tang 所以答案是四分之負三